微软发布了三台新主机 但是这三台XBOX还不足以让索尼掏出PS5 Pro 它们分别是XSX星空2TB光驱版 XSX白色1TB无光驱版 还有XSS白色1TB版 看来还真是科技以换壳为本 你们感觉怎么样 在XBOX展示会上还有一个重磅游戏 那就是使命召唤21 黑色行动6 2024年10月25日发售 首发进了XGP游戏库 如果单买的话 PC版标准版488人民币 PS5跨时代版548人民币 现在已经开始预售了 如果你经常买COD 这次你还会单独买吗 使命召唤21 无疑会增加一波XGP的销量 也就是XBOX的游戏订阅会员 目前XGPU的价格 每月85港币和PS5二档会员差不多 PC和主机双平台都可以用 如果只需要电脑玩 Game Pass会员每月29港币 COD21算是年货游戏 每年出一作 前两年的19和20 分别是现代战争2和3 今年这是黑色行动6 画面和游戏玩法比之前都有加强 目前一直在更新的FPS设计游戏 好像也只有COD了吧 使命召唤21 还是和之前一样 有剧情模式 多人模式和僵尸模式 不出意外 游戏仍然需要加速才能玩 比如我经常用的 迅游主机加速盒 因为PS5 XBOX Switch 他们的联网游戏都是国际服务 服务器不在国内 加速盒子相当于帮我们建立了一条 专门用来玩游戏的通道 我用的是迅游加速盒旗舰版 目前还有优惠活动 这次展示会 我关注的还有 合金装备3 识舍者 新公布了一段预告片 在视频的末尾写着 XSX和XSS 难道没有PS5版本了吗 不会的 这是全平台游戏 可惜没有公布日期 搞不好得2025年了 这是20年前的游戏 复刻重新制作 没有小岛秀夫的乾隆蝶影 你期待吗 这次展示会公布了很多游戏 比如战争机器 毁灭战士 神鬼预言 夺宝骑兵 微软模拟飞行2024 这些都是首发进XGP的 那么经典的问题又来了 玩游戏选XBOX还是PS5呢 其实很好回答 你看XBOX发布会上的这些游戏 再看看索尼发布会上的那些游戏 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没必要勉强 玩自己喜欢的游戏才疏忽 别人说了不算 不过黑神话悟空的XBOX版延期了 你还会等吗